美鳥和讚嘆 如果不想每次走山都進入西貢的話 這次介紹的就是市區的山路水泉澳 由港鐵沙田圍站下車 經過水泉澳村就可以上山 最後會去到慧易順敬 在池蘊山下山 全程大約5公里左右 3至4小時就完成 沙田圍站下了之後 經B出口向左邊走 我們先去水泉澳村 來到水泉澳廣場 可以先買水 稍後就會去找上山的路 沿泊全徑往前走 就是上山的入口 在第一個路口往右轉 這裡就是上山的入口 由水泉澳村一路上來 第一段就是一些崎嶇的石路 如果天氣好 其實不是太難走 不過剛好遇到 昨天下雨 這次的石路就有點濕滑了 繼續走走20分鐘左右 會上到一個有分岔的地方 右邊和前面 我們跟著右邊的絲帶繼續走 這段路都是有點斜 所以上來的時候 最好就 帶著手套慢慢爬上來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 我們從水泉澳村 沿著山路 很急地上了一段山 有一個很大的石頭位 前面風景都是一覽無遺的市景 最前面也會看到一點點海景 右邊就是很漂亮 綠油油的山景 所以 可以來這個位置 休息一會 喝點水 沿著這塊巨石的後面 有一些絲帶子 人家繼續上山 剛剛的石頭路再上多段 就會來到這顆飛來石 就好像一顆放在石上的石 一個不小心的石就會滾下去 這顆就是飛來石 所以我們三個合力一下 然後在飛來石的左邊 有兩塊石頭 這個就叫做士劍石 就好像被人一把劍劈開了一樣 給點掙扎香港人 掙扎 下山了 真的嗎 出點來 離開飛來石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這個饅頭敦上山了 前面的山頂 因為有少少斜 其中一段 會有一條繩給大家 扶著上山 我放大給大家看看 這段路也建議大家 最好戴備手套 可以戴手套 完繩爬上去 過了繩索那段之後 再走多大約10至15分鐘 差不多就會看到山頂的位置 這次座山很高 其實我們跟雲差不多高度 對面 遠處的海景都可以拍到 遠處的海景都可以拍到 離開山頂之後 我們沿著山脊 繼續往前走 下一站我們就要去饅頭敦 轉眼我們已經到了饅頭敦 在一個非常好的拍照位置 我們在這裡休息了大約20分鐘 繼續出發 經過饅頭敦之後 就是準備下山的路線 由三隻下山之後 很快就會再上另一段山路 就是往這個饅頭椅上山 這段上斜路不是太久 大約5至10分鐘左右 沿路都是很密密麻麻的草叢 建議你們穿長褲來走 如果不是兩隻腳 就被它刮到傷痕累累 你看到路和路之間的位置 是非常之客宅 那不是剛剛好 只有一個人走過去 因為這次這座山路 沒有什麼路牌顯示 我們走到其中一個位置 會看到有箭咀 我們就在一些電纜的下面 我們要穿過這個位置 繼續往慈雲山出發 我們經過了大約20分鐘的叢林 你們就會出回來 一條比較闊一點的路 有左邊和右邊的 我們就要往慈雲山出發 所以我們走左邊 我們轉頭會去到 衛逆順道的四段 然後就經衛逆順道四段 再下慈雲山 沿著大路一路出來 就會來到一些馬路 去到馬路再往右邊走 就可以下回慈雲山 我們現在已經走回來 衛逆順敬四號 由水泉奧村上山 我們經過曼頭頓 飛來石的景點 去到山頂再下來 我們用了大約三個小時左右 沿途不是太難走 但有些位置比較斜 還有我建議伸手 記住戴手套 在一些上斜的位置 就沒那麼危險了 我們現在在衛逆順四段 是一些很簡單的馬路路段 我們走回慈雲山 就完結今天的旅程 由衛逆順敬到沙田孝道 最後就可以下回慈雲山 前面就是慈雲山的巴士中心 有不同的交通工具 可以讓你們離開 希望你們喜歡今次的路線 拜拜